那接着我们就要讲Reinforcement Learning,那这边快速地讲一下,其实我们有分成三种不同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的Model 那刚刚有提到有三个很重要的component,一个叫做Value Function,那这个Value Function它其实就是让我们去告诉我们的Model说,一个State 配上一个Action,它到底好不好,就是比如说在这个状态下面,你做这个动作是好还是坏,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Value Function其实就是在Model说,given一个State或者是它对你的Action,跟它的Action,然后它output的值就是一个我们叫它的Value,那这个Value其实就indicate现在这个State配上这个Action,它好不好的这个资讯 那另外一个就是叫做Policy,Policy刚刚一起有稍微提到,就是Agent做的这个动作策略嘛,那你要Model这件事情也可以,就是用一个Function来Model,就是用一个Function去Model这个Agent的Behaviour 所以一个是,我可以直接Model这个Agent的Behaviour,就是叫做Policy,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用一个Function去估计一个State配上一个Action,它的Value多少,来当成它好不好,所以这有两种不同的,这两种做法是不一样的哦,虽然他们的目标都是要让Agent去选一个比较好的Action来做,但一个是直接ModelAction, 一个是Model,State配上Action好不好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就是ModelBased,那就像是Agent要去Model出这一个Environment之后会发生的事情,就是有点像是你会先猜测,Environment会怎么互动,然后你再去借由你的猜想去做你的Action,所以三个都有点不一样, 第一个的Output会是一个Value,然后Input就是Action跟State,那第二个就是可能Input是一个State,然后它会Output一个动作一个Action,那Model的话它就是在这个Learning的过程中,它会一直去猜测Environment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实际上我们ReinforceModel的Approach就会分成ValueBased,ValueBased刚刚说到它其实就是GivenS跟A,然后去估计它的Value,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用这个ValueFunction的设置来表示 所以如果这边有一个Star的话,它其实就是这个数值,如果是MaximalValue的话,它就是代表说在任何一个Policy,我可以达到最好最好的这些Value,因为刚刚是说,GivenS跟A,那就是你已经Given这个动作了,Given现在这个State跟这个动作,然后在任意一种Policy当中,你可以可以 可能可以获得最好最好最好最大的Value,我们用Q Start来表示,所以你可能常听到很多叫什么Q Learning啊,其实它说Q其实就是这个ValueFunction 那第二种就是Policy Based的方法,Policy Based的方法其实是直接用一个Pi来表示,Pi是什么呢?Pi其实就是可以达到最大的这个Reward的这个策略,它其实有点抽象,就是它是一个行为的这个 这个面向,它就是Given一个State,它就会Output一个Action,那它就是在这样的Policy的互动方式下,可以达到最大的这个Reward,我们就叫它PiStar 那Model Based的话,就像刚刚说的,它其实就会透过一个Model来学,猜想这个Environment的互动情况,然后根据我对于Environment的了解,然后再去做之后的反应 所以有点像是Planning,就像是我要透过,比如说我Train了一个理事实的Model,那我会透过这个理事实Model,吐出来说如果我下来这边,然后它会怎么回应这件事情来决定我要不要这样想 对,所以就有点像是Look Ahead,然后再去做你的Planning 所以这边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示意一下,这是一个走非常简单的一个走迷宫的一个例子 那Reward是什么,Reward就是你每走一步你就要扣一分,然后最后如果走到Go的话就得到比较高分 应该是说你走到Go的时候你就会算它的总分,如果你花费越少步伐走到Go,那你的Reward是不是就越大 那你可以上下左右这样走,那State就是现在Agent它在哪一个location,那这就是你看到的这个迷宫画面 如果是Value function的话,是什么?Value function的话,它其实刚刚说到我们 其实就是要给它做在某一个State上面做某个动作,它只会得到Value 所以我们把它填完之后,其实会发现它长成这样子 为什么长成这样呢?就像是,你看,这一个,比如说走到这边 对于这个State来讲,它是有往上跟往下的两种选择 那它就会找说哪一种选择它的Value会比较高 然后发现往上走Value比较高 因为往上走的话是-14,往下走是-16,-14是比较大 所以往上走Value比较大,代表我做往上这个Action其实是比较好的 然后这边也没其他选择,就走到这 然后这边可以往右跟往下,发现往右走也是Value比较高 所以它就会往右走,所以这样一来我就可以透过已经填完的这个 Function值,然后告诉我的Agent说我要这样走 你就可以最快的到达终点 那这是Value function的做法,就是我要去估算每一个State 应该要填上什么Value 然后填完了之后,这个Agent就可以透过我填好这些Value 来知道它要怎么做动作 所以在这里面的Number 其实就表示这个State它的那个Q值 就是它的Value,就是在这个State上面最高最高你可以达到的Value 那这边就是最后它使用的这个动作的行为 然后每一步,它其实就是每一步得到的Reward 就是Agent Word 所以在这边你的凝工这个Grid Layout 它就是告诉你的Trance ,是可以往哪边Transit的 就是向这边可以往上可以往下 然后中间的这些数值其实就Indicate 了你 在这一个时间那会得到的这个RT 所以每个时间点会得到-1,所以最后加总起来,就是全部经过Grid的数量 那如果是Policy的话,Policy刚刚讲的有点抽象,它其实就是这个Agent的行为 所以它的行为其实就是行为是什么,就是它的Action可以上下左右 所以它在这个State上面,它的行为就是上下左右这四个动作任意一个 所以它把它Policy model好以后,它会最后怎么走? 它就知道在这边它就要往右走,在这边要往上走 它直接告诉它这个State要往右,这State要往右,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它就根据现在学完这个Policy,然后就直接根据这个箭头方向,直接走到终点 那跟刚刚那个ValueBate是不是不太一样? ValueBate是不是我走到这个插入的时候,我要看这两个State哪一个Action的Value会比较高 然后走对应的那个Action,但现在不是它直接告诉你说,在这个State就做这个Action 就这样,所以这是Policy-based的做法 所以之后就会分成ValueBate的做法跟Policy-based的做法就不一样 ValueBate的目标就是要估计那个Value的值 对,那在这边的这个箭头,其实就是表示这个Pi 就是在这个State要做的这个动作 所以Reinforcement Learning会分成有没有ValueFunction这件事情 因为有ValueFunction的话,你其实就有点像是利用了ValueBate的这个概念 如果纯粹只是用ValueBate的Reinforcement Learning,它就不会特别用一个Policy去model它 它的Policy其实是Implicit来的,意思就是说,当我Value已经估计好了之后 Policy不就是会去选我Value比较高的那一个就得到我的动作了吗? 所以基本上我就不用再一个Model去model这个Policy了 那如果是Policy-based的话,就是直接去学这个Policy 我既然已经学到要怎么做什么动作 我就不会有一个ValueFunction去估计它在每一个State它的Value了 对,那当然也有这两个都用的 就是它有同时Model它的Policy,也同时Model它的Value 然后它会彼此有点互相影响,然后Iterative的渐渐并好 对,那如果是Model-free的做法,就是可以用Value或Policy 但是它没有用一个Model去model这个environment 那如果是Model-based的话,一样你可以model environment 但你同时还是可以用Policy或Value的方式来做你的Agent的动作 所以基本上就把它想成这样子的关系 有Value-based,Policy-based,Model-based 然后外面是Model-free 那我们最大一中,其实着重的都会是上面的这两个粉红色的部分 对,大部分情况比较不会特别去model environment的状况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而大家假设说我们如果可以,我们这个Value function 或者是Policy,其实它implicit就要把对手,它environment的互动考虑进去 那我才可以估出好的Value嘛 所以它其实也某种程度上有考虑到environment的这个情况 所以上面这个粉红色其实是最多Value人所做的做法 所以左半边这边Value-based的方式,其实就是Learn一个Critic 然后右半边就是Learn一个Actor Learn一个Critic就是它会告诉你说 就有点像是它在评估你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到底好不好这件事情 很像一个老师这样 那Policy就是一个Actor 那Actor就是直接学这个做动作的人 那这是有一个分数表 然后它会告诉你学这个分数表 然后之后你就会透过这分数表知道你要怎么做行为 那这是直接做行为 那中间的话叫做Actor Critic 就是有学Actor 然后也有学Critic的这一块 那基本的概念我们已经讲完了 就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它就是一个Decision Making的Firmwork 那它就是Agent跟Environment互动的过程 那有三大重要的Keyword就是Action,State,还有Reward 这三个就是Reinforcement Learning必须要的要素 就是到底能够做多少动作 还有State是怎么定义的 每一个State它会影响 每一个AAction它会影响后来看到的这个Future State 然后你的Reward怎么定义 怎么去反映说你要怎么在这个Interaction上 maximize的对象 所以你要怎么定义这个Reward 在Reinforcement Learning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目标就是选择Action去最大化这个Future Reward 那在一个Reinforcement Learning Agent里面 可能都会包含至少一个或者是多个刚说的这些component 比如说Value Function, Policy Function跟Model 那Value Function它就是估计State配上Action它好不好它的那个价值 然后Policy就是这个Behaviour的这个动作 那你可以两个都有或者是只有其中一个 那Model的话就是Model这个Environment它的Reresentation 是刚刚看到这个画面关系图 好